我觉得这场选举 没有像大家讲的那么乐观 因为要把它的时间点算在 它是在公投之后 明年的1月9号 所以公投不管结果会怎么样 结果会怎么样 一定这场选举 第一个它在公投之后 所以全国的政治氛围的转变 会随着公投的结果 然后会变成一个 就是整个国家 会进入一个选举的模式 因为不管是公投是赢 就是哪一方赢或哪一方输 它基本上都会一定到 激化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了 它在这个地步之下 这个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所有的人民 然后所有的媒体 都会提早开始进入选举模式 就整天开始讲选举 所以1月9号这场选举 绝对没有任何侥幸的可能 就是你讲说 这个年轻人不回家或什么的 或者说哎呀 这个林静英我挺不下去 就不回去 绝不可能 2020年有多少力道去挺蔡英文 就会有多少力道去支持林静英 所以一点机会都没有 一点侥幸的空间都不会存在 再来就是盐宽恒 如果盐宽恒真的要选的话 他会受到非常铺天盖地的检视 这件事情是无庸置疑的 这次无庸置疑的 那这对他来说是有利的吗 他过去 他过去是地方服务 非常擅长的委员 但是当你单独的被上纲 到一场总统级的补选的时候 你的很多过去的言行 是能够完全接受检验的吗 我觉得这恐怕也未必 比光是像现在盐金标本身的债务的问题 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在网络上面发酵 对盐宽恒非常的不利 盐宽恒自己的财产 然后呢 就是说我投资生财有道 但结果父亲身边还 身上还背着一笔债务不还钱 这样子的话 这种力道的供给 对盐宽恒这样子形态的立委是有利的吗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根本 我认为赢的几率很低啦 说实在即便林静 你说盐宽恒出来赢的几率很低 还是国民党不管谁出来都很低 国民党不管谁出来赢的几率都不高 都不高 因为现在看起来 如果公投这个态势 看起来是如果没有翻盘的话 一定会让所有绿营的朋友的危机感 催到了一个你知道 一个爆表的地步 所以1月9号 他们一定会清朝而出 回家去把这一席给稳住 把这一席稳住 那盐宽恒就是刚刚讲了 他个人的特质 就不是一个那种明星级的 可以一个人当一条台中海线防波堤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这场仗是非常难的 非常难选的 那你讲林佳龙的部分 我觉得林佳龙确实 他能力大概就是这样 他从政这么多年 能力大概就是这样 大家看得也看得很清楚 就是哪样说清楚 就是一个水仙少年 自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总统级的人才 但其实脑袋就是不是很好 会相信海水炼金的人脑袋 会好到哪里去呢 然后他起手是讲这句话说 他不晓得耶 他是真的跟陈其迈有仇吗 还是说他觉得自己想了一个好棒的梗 哇 输不起 他输不起 他输不起大家 当下没有人在想到眼眶的梗 可能大家都想到陈其迈 所以就觉得能力大概就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林佳龙大概也是 当下可能不得不的选择 因为毕竟 毕竟我觉得其实还有个因素 大家没讲到 在陈博威罢免案当中 下去出钱出力办法操盘是新潮流 照理来说新潮流 这场大家觉得林静怡很诡异 是因为本来大家觉得陈世凯再选应该顺理成章吧 毕竟已经挑战过眼眶的两次了 在地服务的议员 然后形象也不差 那陈博威被罢免掉之后 陈世凯新潮流的再出来选一次 好像合理啊 结果蔡英文丢了一个林静怡下去 如果是新系的你要我服选吗 我要服选还是不服选 我在那边 我在那边 这个罢免让我在那边白忙一场 我自己培养的子弟 我自己培养的嫡系 在这边被你这个蔡英文丢了一个林静怡 下来把我押住了 那我会认真帮你服选吗 恐怕也没什么其他选择余地 只好找一个正国会的林家隆来 林家隆毕竟也是当过市长的 蔡启湘在这一亿重伤 蔡启湘也是新潮流的 所以林家隆应该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 那他个人当然他个人的政治野心 当然也是存在的 本来这个如果不是因为太土格事件的话 在所有立院记者啊 然后政院记者媒体圈里面都在传说 他都三不无时都透口风 准备要去当行政院长了 他这样的野心是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他用这样的方式回到政坛来 一定是有他自己的动机存在 然后呢对蔡英文来说 基本上我觉得林静怡这个角色啊 其实也不用太仔细分析 你就把它想成是 就是一个蔡英文就对了 他就是一个蔡英文 可是刚刚漢廷说他是周玉寇 也可以 他意思差不多 蔡英文跟周玉寇也差不多嘛 这个会被告 为什么 不知道被谁告就是了 为什么被告 就是林静怡的言行 他都完全不会 他都完全不会有任何个人的 个人的意志存在 他就是一个民进党的 两支 就是民进党这三个字 如果会走路 就长得像林静怡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子 他就所有的一切都是跟着民进党走的 民进党今天说食好吃 他也会说食有多棒多棒 可能脸书会发一点 而且他会告诉你食谱 对差不多是之类是这样子的状况 他如何主张就是民进党的代言人 那我觉得蔡英文把他丢去这边 当然也就是希望说 维系自己的影响力始终不坠 你们太系不要在那边给我搞东搞西 这一仗绝对要赢 我所有资源要下去 然后他亲自点了这些人出来 不管谁是谁 那陈柏惟当然他的作用 就是稳住那7万4千票 林静怡这次选举 7万4千票起跳 那所以就看 看延宽恒能拿几票 可是你这样说是 陈柏惟7万4千 全部都100%可以转给林静怡 我敢保证100%转给林静怡 绝对不可能跑票 绝对会投给林静怡 这件事情基本上是 不存在跑票的空间 连陈柏惟都投得下去的人 为什么会投不下林静怡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的朋友 然后陈柏惟在这个角色 在当这个总官司的角色 也是因为 毕竟他被罢免之前 一直在讲说他开了五个服务处 五个去都开服务处 25个人 所以他确实也是在实战上面 最适合直接 你起码你只要稳住这7万4千票 你这个总官司的工作 就已经达成了 那民进党资源再撒下去 然后再弄个一两万票的 空气票 维基票 小英粉 这场仗就结束了 我觉得国民党 真的真的很难有很难有空间 这单独一场的选举 对严康恒这样子的地方服务型的 候选人是非常不利的 对严康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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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